最近有做一个温泉调查 调查一下大家的猫咪平常的 这个饮食状况什么的 做给我们之后产品开发的一个参考 最后我问一题 就是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要什么纪念品 可能每次都会做一些周边来 满额症啊干嘛送给大家 问大家想要什么 然后我们在列菜单的时候 大家就提案嘛 就有人说这个酒精喷瓶 前前提要一下 我们办公室的小伙伴们 大概都是22到28岁之间 有人说他想要那个 带一些唇膏 我说的啦 我说那个唇膏跟护唇膏的一个小袋子 然后就有人说渔夫帽 反正就说渔夫帽 谁在带渔夫帽 渔夫帽不是去钓鱼的阿伯才会带的吗 他讲这种话 我只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带渔夫帽吧 渔夫帽不是就要搭配那个都是口袋那种背心吗 就是剧烈反对 他说你练这个上去根本不会有人选 我只说不是每个人 而且我们的客人都是女生啊 渔夫帽是阿伯在带的吧 这样就渔夫帽58% 特命印证完全被时代淘汰了 跟现在年轻人已经搭不上边了 真的假的 对已经是阿伯了 所以你是整个人的这个存在都正在崩解当中吧 因为这个世界我比黄一姐还有阿伯了 基本上是啊 我很样好不好 拜托 你讲出我很样 就也是阿伯了 原本我已经超越你了 你刚刚讲的又反 又被反潮了 我又反潮下去了 谁会说我很样啊 这个LKK 靠北啊 我很样后进口下 好不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留言的部分 会变成一辈子的耻辱 我们今天提早进入今天的留言的部分 直接中断 我们下期再见